音乐盒是在1796年瑞士的日内娃,由N2发明的。 各位朋友,现在您看到的这些精致的音乐盒都生产于瑞士。 很多人喜欢收藏音乐盒,因为人们除了可以把它们当作艺术品来欣赏之外, 也可以陶醉在音乐盒的美妙乐声中,真可说是一举两得。 这一系列音乐盒便是由各种不同乐器组合而成的, 会玩乐器的朋友肯定会喜欢它们。 这个品牌的音乐盒以卓越品质和精美设计享誉国际。 手工雕刻十分细腻,配件精细。 不论是典雅或时尚的设计都富有珍藏价值。 透明设计的音乐盒可以让您看到音乐盒机械操作的过程。 一面听美妙的音乐,一面看着音乐盒内的机械转动,另有一番情趣。 设计有如宝箱的音乐盒,除了可以播放清脆的音乐之外, 还可以让您摆放自己心爱的首饰呢。 另外一款在音乐盒内,加上一个会跳舞的女孩, 跳出美妙的舞姿,必定成为众人的焦点。 音乐盒的款式繁多,必定有一款设计符合您的要求。 而设计者在选用音乐方面,总共有多达200多种音乐。 比如古典音乐,电影音乐,任您自由挑选满足不同人士的音乐口味。 这一系列精巧的词娃娃音乐盒,雕的树树如生, 体现一片温馨感人的家庭生活,以及富有情趣的生活方式。 小小指挥家,挥棒指挥,好神气啊,真是别致可爱。 这一系列音乐盒是特别为儿童而设计的, 既风趣又充满童真。 音乐盒